本所同仁,陳姓園警及鴻姓女警在5月24號巡邏,一位陳姓的女子精神很憂鬱到本所求助,表示發現其母親近期行為異常。 時常與男網友討論虛擬貨幣投資,多次勸阻無效,只好求助警方協助,員警聽聞之後,立刻陪同前往其住處協助。 警方到場的時候,林姓婦人聽到女兒報案,十分不滿,自認為沒有受到詐騙,不願與警方詳細談內容。 信經本所同仁,尋尋善誘,林姓婦人才表示幾個月前透過交友軟體認識一位男網友叫阿凱的男子。 對方的時常在軟體裡面虛寒問暖,並縮使投資虛擬貨幣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希望林婦人一起投資多段點錢,可以將來買房子同住。 林姓婦人,於是透過阿凱介紹,向幣商購買新台幣一萬元的虛擬貨幣,所幸還沒來得及投資指示的時候,林姓婦人的女兒就到本所報案。 經原警研判的這種手法,為假交友投資詐騙,分享相關的詐騙案例給林姓婦人聽。 苦勸其不要落入錢與感情的迷幻陷阱。 婦人在與警方跟女兒的合力勸說之下,終於一了心中的疑慮,封守該網友,並將虛擬貨幣換為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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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